这个视频我们来讲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居》 按照周朝的习俗 每年二月春暖花开 掌管婚姻的眉关 就要把未成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聚在一起 让他们择选配偶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小伙子 就是在这儿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希望与她结成婚姻 可姑娘一开始并不愿意 主人公经过多番努力 才成功追求到了姑娘 在两人的婚礼上 新郎便把这个故事编成了《关居》这首诗歌 献唱给新娘以表达自己的心意 《关关居鸟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居鸟这种水鸟 头上长着美丽的关羽 声音也很动听 《关关》就是居鸟鸟的叫声 窈窕是指女子文静美好的样子 好球好的配偶 这是全诗的第一章 新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作为起星 在那河中的小岛上 有两只美丽的鸠鸟鸟 它们正展开歌喉 关关关关关的鸣叫着 初见这位姑娘 她文静又美好 不正是君子的好配偶吗 参赐杏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雾媚求之 参赐长短不齐的样子 留摘取 雾醒来 媚入睡 这里开始第二章 新郎开始讲出自己追求姑娘的过程 河中的杏菜 参赐不齐 我时而向左 时而向右 去努力摘取 找到这样一位 文静美丽的姑娘 我便日日夜夜 都想去追求她 求之不得 妩媚私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私服 思念 悠哉 是指思念 连绵不绝 辗转反侧 翻来覆去 不能入眠 第一次请梅官去提亲 姑娘却拒绝了我 于是我陷入深深的思念 走路想着她 吃饭想着她 到了夜里闭上眼睛 房间当中每个角落里 似乎都有她 辗转反侧 还是无法成眠 后来又怎么成功的呢 参赐杏菜 左右彩之 窈窕淑女 琴色有之 琴色 弹琴古色 有 动词 表达友好 河中的杏菜 参赐不齐 采摘起来 是那么不易 我又鼓起勇气 到姑娘家做客 为她弹琴 为她鼓色 姑娘终于被我的诚心打动 接受了我的好意 参赐杏菜 左右帽之 窈窕淑女 中鼓乐之 帽 择取 中鼓 敲中击鼓 乐 使什么什么快乐 河中的杏菜 参赐不齐 只要肯努力 也能摘取得到 今天 我终于迎娶了这位 美丽的姑娘 为我的新娘 请让鼓声更响亮 让终生更悠扬 与我们一同庆祝 这个美丽的时刻吧 回想一下 在诗经中 我们一共学习了 富 笛 星 三种表现手法 而这首诗最特别的地方 便是这三种表现手法的 巧妙结合 诗歌第一张 以观观居咎 在河之舟的美丽画面 起星 来引出君子与淑女的相遇 第二章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起星 则兼有比喻的色彩 参赐杏菜 长在水中 采摘起来比较困难 既是追求淑女的起星 又正好比喻了 追求淑女的过程之艰难 而窈窕淑女 忽媚求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窈窕淑女 忠鼓乐之 三章叠唱 正是运用了富的手法 来展现君子不断迎难而上 坚持追求淑女的执着精神 更难得的是 富比星的巧妙结合 为我们营造了一种 美好的意境 君子在观观和明的 美丽画面中 与淑女相遇 私慕淑女 便礼貌地追求 弹琴骨色 已表示友好 忠于求而得到 便击鼓铭钟 来迎娶淑女 整首饰 开始于美好 结束于喜庆 给人一种圆满之感 正因如此 这首诗 也被认为是新郎 在婚礼上献唱的歌曲 用以赞美新娘 祝送婚姻美满 玄王关居 我们的诗经之旅 也就结束了 下个视频 我们将介绍 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